大家好,我是林斯碧孔医师 今天10月3号的这一集 那我要来跟大家讲一下 日本上网的一个新趋势 我7月去日本40天 那我当然会准备一些上网的工具 我不知道比较老朋友应该知道 我以前是一个测速魔人 测速到我觉得我自己是疯掉了 因为我那时候跟蛮多厂商有合作 不同的机型 又有上网卡 又有漫游 又有这个分享器 那我有点强迫症吧 所以我到每一个地方 我可能就会带个三四个手机 然后就每一个都在那边测速 可是我后来觉得 我这样子实在是太强迫症了 这样子自己也有一部分 就不能采访的很专心 或是玩的很放松 然后我觉得回头看那些数字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那个网测速分享的一些文章 我觉得那些东西你回头看起来 在上网的这个市场其实进步的非常非常快 那过几年这些数字其实都变成垃圾了 那每一个人他用一种上网工具 就说同样是东京好了 你是一个有花火季的那一天的东京 或是有一个假期的东京 大家都出去的离开东京 你的上网经验绝对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然后也牵涉到你自己上网的手机机型 那你有没有分享 这有太多因素了 所以我后来有一点觉得 真的不需要这么累了 这其实对大家的帮助也不一定是非常直观的 那做虚工做白工 所以我觉得后期 我分享这些网络的东西是比较沉重于观念上 有大观念就好了 那这一次我也带了某些东西去测 有一些还不能公开 有一些是未上市商品 那最传统大家知道我们去上网 莫过于就是一个就是分享器 多人同行的时候比较实用的 我这次没有带传统的分享器 因为分享器这个东西其实有点视为了 跟我等一下要讲的新的趋势有关 所以现存还有一些分享器 通常都是非常老的机种 你要注意 它那个可能已经是好几年前的机种 那个电池已经没什么动逃了 所以要小心 它搞不好只有几小时的寿命 有这个问题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分享器 我这次没有带新的分享器的东西 有一个还不能公开的 这个我现在不能说 好 那第二个就是上网卡 上网卡应该是这几年其实主流吧 大家也常常用方便 不用带一个分享器 你还怕它被弄丢 那可是上网卡本身其实也是品质 称之不齐 价钱也是高高低低 那当然最后一个是个电信公司的漫游 好 主要就是这三种 那这一期今天我要讲的是 我出这趟出国之前 我发现几乎每一家公司都开始卖这个东西了 它叫做eSync卡 那你可以把它称为就是一种虚拟的Sync卡 然后它不是真的一张Sync卡 那它安装非常简单 它其实就是少个QR Code 你就可以等于是装上一张新Sync卡了 它跟实体的Sync卡功能几乎一模一样这样子 那这是一个非常最近的趋势潮流的技术 那你下单之后在网路上下单 它就需要一点作业时间 然后你收到email email给你一个QR Code 那你用你的手机去读那个QR Code 好 你就可以安装了 很简单 非常的简单 那不再有寄送卡片 寄送WiFi机这样麻烦的问题 而且呢 更好的是你根本不需要更换原本的Sync卡 你还是可以接电话或是简讯 非常方便 这对大老板来说大概比较实用 更实用了 那可是呢 它有一个现在最主要的限制 一句话讲完就是eSync卡目前主要支援iPhone 而且是比较新的近年的机型的iPhone 讲完了 其他几乎都不带行 所以现在几乎是这个eSync卡 风行是风行 那可是目前就是iPhone的用户 就比较能享受到这个好处 那其他手机Android的支援还有限 顶多在多多一个Google的Pixel手机 也可以 主要就是这两种机型 那可是其他手机主要是Android的支援就很有限 那所以我这篇就我接下来就来讲一下eSync 那我目前我这里面会提出三家公司的产品来比较 那这三家公司其实都是我之前已经合作多年的 所以我对他们都有一定程度的信赖 你台面上当然有很多公司 然后很多公司多便宜都有 可是问题是那是新的公司 然后我又不一定想 我觉得其实就是经就好了 不需要所有的市面上的厂牌都去建立合作 我觉得其实我也有点累了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在上网上面 其实就是选择有信誉的 已经在这个市场上好多年的 那我也信赖过他们 那从读者的回馈里 我也觉得他们是值得 一定程度值得信赖的 我觉得以后我的选择合作厂商的标准 特别是在上网上面 我是想这样走的 那现在讲在最前面好了 在我pocket前面附的这篇文章 还有他的说明里 我就有附这三篇 三个公司的一个连结过去 那凯胜这间公司 以前都是做AU的Wi-Fi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现在他是选择完全就 以前东西都舍弃掉了 就直接就卖eSync卡就好了 那你点进去 我的读者你是可以直接就九折 你不需要再输入代码了 这很干脆 直接就九折 那我等一下最后再详细介绍 各自有哪一些规格 因为同样是eSync 其实还有很多花样 他可以限速 他可以是看流量的 总流量的 或是是完全吃到饱 或是是限速吃到饱 这都不一样 好凯胜先讲完了 那再来是一家DJB 他其实改过名 他以前叫DAIJUB 我不知道大家听 有没有记得这个东西 DAIJUB这个公司 名字听起来有点松 我跟他合作的很晚 是大概2019年的后期 然后我第一次终于带他出去 就是2019年的12月 去九州 去福岡等等 对不起 还有四国等等地方 然后我一测他们的 唱日卡 我就惊为天人 那可是然后疫情又来了 那所以很可惜 那后来他还活着 那他原本的 这家公司就比较实物了 因为他觉得你看嘛 这个eSync卡 目前只有iPhone用户 可以用到 所以他觉得传统的Sync卡 还是有他存在的必要 所以你去看他 现在的商品是这样的 原本的什么唱日卡 游日卡 这种Sync卡 他都在 那可是同样的 这个上网机制 他把它转化为eSync 就是eSync速度 那一模一样了 所以他叫eSync唱日卡 eSync游日卡 那这个 他其实就是 原本就已经很特价的了 他没有再给我们读者特价了 平日是这样 那可是他有答应我们 以后有机会的话 也许可以办一些短期促销活动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随时 注意我之后的公告 比较短期的 也许只在社团 只在LINE群主办的 请大家不要错过这些机会 他不想长期的在外面 就是把原本 他已经很优惠的价钱 在外面在流血下沙了 所以每一家公司 这个经营的理念不一样了 好 最后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特乐通了 我相信大家对特乐通 特乐通大概是台湾这个 分享器 网络分享器的鼻祖 日商嘛 所以我跟他们是合作最久 所以我当然对他们 有一定的信任 那我们现在在重迁合约 所以今天我录音的这个时间 好像进去 这个网页还不行 可是以后就是会 直接点进去 就跟凯胜一样 我的读者是可以直接 久五折的 那请大家再等一下 那特乐通当然 因为他是做 上网分享器起价的 他上网分享器也还在 当然现在机型都比较久了 最近没有新机型 那他上网卡也有 那eSync卡他也有引进 那可是这三家eSync卡 到底有什么不同 好 那比较详细的 我现在接下来要讲了 那首先我先讲一些 历史的东西好了 这个eSync其实 也不是这两年的事 那个e是什么东西呢 e是这个 embedded embedded 迁入 砍入 那里是迁还是砍 就是砍入式的Sync卡 或是你也可以 称它为虚拟Sync卡 那为什么 那个 会想研发这种 根本就是 没有 没有真正体积的Sync卡 那大家应该很熟悉嘛 这个电话卡 是越来越做越小 我们有miniSync MicroSync NanoSync 到现在 这个是2016年 终于做出来 这种规范 就是可以做到eSync embeddedSync 完全没有真实的Sync卡 这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这个手机 续航力是 大多数人非常在乎的一个数据 手机厂商为了把空间 这个手机有限的内部空间 留给硬体 电池 这些相关元件 那手机Sync卡越做越小 其实是对手机的性能 是有帮助的 可以让它带来更多的利润 更大的竞争力 所以呢 像Apple今年发布的 其实就根本没有物理Sync卡了 对吧 它就只有双eSync的设计 这根本就是一个时代的趋势 这样 那我们看不到实体的卡片跟卡槽 看起来是虚拟的 它其实还是有一张实体的卡片 这个砍在它的行动装置的电路板上 那个尺寸就比传统的Sync卡小了更多 那所以对于这些终端设备商 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节省了非常多的空间 我这段介绍是在那个 DJB DiJube的这个网页上 他们有一篇文章介绍eSync卡是什么 好那eSync卡跟传统Sync卡有什么不同 手机应用上 它就是直接扫描就加入行动方案 非常非常方便 传统Sync卡还要手动更换手机的卡片 那出国旅游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重点 你及时购买及时开通启用非常方便 那传统Sync卡你还要提前购买 要等它寄过来 就当然还要换卡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忘记带那个针 然后不小心把原本的Sync卡 也不知道摆到哪去 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他们当然有测试过 就功能上来说 其实两者没有什么差别 不管是传输网络的品质或是速度 不会因为是eSync就有所差别 好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的一个介绍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 我的文章继续往下 对不起我忽然卡了 好我们先来讲试用机型的这件事 因为假如你其实就是没有iPhone的人 其实这一集大概就不用再听了 或是除非你以后想买iPhone 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进展到Android也可以用 可是大概还需要一段时间就是了 这也跟手机的进步有关 那你去看每一家网页 eSync适用的机型 请注意哦 它很可能会把Samsung比较新的机型 Sony啊Oppo啊都写上去哦 那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就如同我在文章里 我是quote这个特勒通 他把这个eSync的适用机型写出来 有这些 然后另外还有iPhone就不用说了 主要就是iPhone 11以后的iPhone都可以 那Google Pixel是Pixel 4以后的都可以 4到6都可以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我问了蛮多厂商的哦 其实最值得信赖的 一定大概用都没有问题 不会客速的哦 大概就是Apple跟Google而已 我再念一次哦 iPhone是11 12 13 14系列哦 然后SE2 SE3 XR XS XS Max 这几个这几个iPhone哦 那iPhone 10以前的iPhone是不能用的哦 所以我原本用的就是老iPhone 所以我这一趟为了去测这个eSync 我还借了一台比较新的iPhone去测哦 所以iPhone要看好你的型号对不对哦 然后iOS是需要12.1或以上的版本 这样子哦 好另外 有些公司虽然把比较新的三星全部都写上去 那可是请注意啊 台湾购买的三星手机是不支援eSync的 那此外索卡机 中国购买的手机 只要是在中国买的 中国出货的 跟中国沾上关系的 几乎都不提供eSync 大家可以想象为什么吗 就中国要言论管制 所以他追到你是谁 所以Sync卡实名制 所以eSync是他不想给他这个技术通过的 这是政治因素 所以只要跟中国沾上边的 几乎eSync的功能都被废掉 这是这个原因的 好的 那所以呢 我有问到凯胜跟我提说 因为写是这样写 像是凯胜还是把三星写上去 那他跟我说他们的客服是提供一个方式 你让顾客自己在手机上测试 各位现在听到这里 其实就可以跟着我一起做 你可以在手机上电话 打这个信号警号06警号 这几个我再讲一次 信号警号06警号 打这个东西 打电话打出去 然后你就会跑出一个 这个你这个电话的装置资讯 如果你 你会看到好几个条码一样的东西 那如果第一行出现的一个条码 是EID 这个东西 就代表你的这只手机是有支援eSync的 那我刚刚马上用我的V 我的这个这一趟去拍照的Vivo 大家知道Vivo其实中国手机嘛 所以我马上就是没办法 我这个没有eSync功能 那大家可以自己测试看看 可是Dajube的老板是跟我说 DJ他们改名了 DJB的老板是跟我说 这招也不是百分之百有效 反正我觉得 那后面的技术很复杂 反正大家参考一下就是了 好 那市面上的eSync 多如牛毛 公司很多 那这个有贵有便宜 可是他其实背后上网的机制 跟我原本之前几年 我和大家分析的原则是没有变的 因为你看 其实万变不离其中 这些上网的工具 不管是Router 这个上分享器 里面总会装一个Sync卡 对吧 然后直接用Sync卡 当然就是废话 那到底他走的是日本三大电信 大家知道吗 Docomo Soft Bank 还有KDDI 就是AU 其实近年还加了乐天 乐天在这三年 其实也变成了一个第四家 还是 这个是他走的是日本三大电信 跟原本三大电信 直接走接洽的原生的信号 还是次级电信 MVNO 这个我之前文章跟大家解释很多 我不在这里赘述了 还是你走的是漫游 这其实都不一样 那通常我们的测试结果是漫游的速度会比较慢一点 那原生的信号 或是某些高速的MVNO 通常表现会比较好 这是我们前几年的经验 然后大方向是这样 那你看到这个市面上 会有非常非常便宜的卡 通常就是漫游 就是他没有办法快到多快的 那品质可能也有看率 有些啦 不是全部 那次级电信MVNO 当然也是有很好的 也有很差的 那所以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那MVNO这种东西 或是漫游这种东西 这个厂商就是可以完全操纵 他可以自己设限 就是跟Softbank的Docomo 已经没有关系了 他可以控制 我要不要直接让你降速 从头降到尾 就是让你降速 速度快不起来 或是你用到了某一个流量 我就给你降速 这是他完全可以控制的事情 而这个东西呢 他当然不会写在产品上 甚至是 这是他自己的秘密 他根本不想跟你讲 所以你看到 这个上网卡很便宜 或怎么样 可是通常 就是背后有这些东西 那他根本不会跟你讲 那就算你说你用到降速了 他就会用这个公平使用原则 说日本说什么 就是假如下载太多 他就会给你降速等等的 的这些东西 其实很可能根本不是电信公司 限的 根本就是这个厂商 他自己就限好了 他根本不想让你用太多 好 所以呢 这些获取 这些流量的成本跟品质 是可以天差地远的 那到了eSync的时代 其实原理也都完全没有变 因为你背后走的到底是Softbank 还是Docomo 还是KDDI 是刺激电信吗 还是走的是漫游 好 我发现一个状况 到了现在这个eSync的时代 他们就只介绍这是eSync卡 哦 好炫哦 好方便哦 可是呢 厂家有更不会把这些 他走的这些上网的 机制到底是什么 他就根本不写清楚了 有这个倾向 那我只能跟大家 还是那句老句老生常谈 一分钱一分货是不变的真理 你要买这么便宜的东西 你就要有心理准备 他就是不怎么样的东西 那我跟大家讲过 就是现在疫情时代 后疫情时代 我们回去玩 那特别是 假如你同行的人 或是你自己 是染疫之后 有比较高风险的人的话 我觉得我常跟大家说 我们以前去日本 最怕的一件事情 是突发状态 我们有很多需要 联络的事情的时候 比方说你忽然交通大delay 然后你要打电话跟旅馆 说你要晚一点到 类似这种事 或是出车祸 那现在后疫情时代 还多了一个 万一忽然生病了 要赶快充急诊等等的 就医 那我相信网络工具 就是在这种时候 你绝对不会希望 结果你发现 你这个便宜买的SIM卡 根本派不上用场 根本不好用 讲了一半 流量就断掉了 它开始限速了 你根本没有办法查资料了 等等的 那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 买这个上网工具 其实等于就是有一点像买保险一样 就像是租车的时候 我会建议大家保全险 其实是类似这种状况 你不怕一万只 怕万一 那所以这是我自己的观念是这样 因为我是一个资讯焦虑的人 你让我完全到某一个时候 被限速了 被降速了 被降流了 今天到明天零点之前不能再上了 我会非常焦虑了 因为我随时要在网络上跟大家互动 不是我啦 我要随时上产照片 我不知道你跟我有不一样 好 所以那后疫情时代这个上网工具 这个市场肯定它还是在进化跟恢复中 一定会变动的非常大 大家想想看 我七到八月去日本四十天 我在几乎没有观光课时候 去日本测的网速 根本对你来说应该是垃圾 因为那跟你真正回到日本 大家多半的旅客都回到日本时 遇到的状况 肯定是不能类比的 那我那时候测当然什么东西都很顺 多么便宜的都很顺 因为它用的根本就是观光客的频宽 跟本土的人 假如是日本人自己是分开的话 那我当然会用的很顺 可是问题是观光客多回来的时候 那那个产品可能就挂了 对吧 那没有受到考验 我也很难跟大家说 哪一家eSync 或是哪一间的上网方式 是最可靠 速度最快的 所以今天这篇 这一集 还有这篇文章 我不会把七八月的网速作为一个很重要的 推荐大家的参考的东西 等一下我可能会稍微讲一下好了 到每一家的时候讲一下 那我觉得这里其实就是要靠重新靠大家累积经验的 你最后用了这一家的产品 结果你的 有不太好的经验 遇到限速 到哪里根本上不了 那可能就是又要重新累积大数据资料 这个就 接下来看 需要让大家自己看 那我合作的商家 我也当然很希望大家回馈你使用的状况给我 遇到问题 不管是克服的问题 网速的问题 那请反应给我 我会帮助大家 跟厂商争取你的 这个权益 大概这样子 你请大家务必要让我知道 因为假如这个厂商是不值得信赖的 那个产品跟我们描述出来 网页上说的是 差太远了 天差地远 那他卖的东西竟然还这么贵等等的 那当然我们需要知道一下 考虑要不要继续跟这间厂商合作下去 好那接下来我就比较详细把 我现在目前为止恢复了三间的合作 我可能不会想更多间 我觉得其实大概三间有一定的产品 让大家选其实也就够了 那有一些是倒掉了 倒掉就不好意思讲名字了 目前就是恢复到三间 所以我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 那第一个就是凯胜 凯胜大家应该记得他其实以前产品也不多嘛 很早其实就是一个AU的那个分享器 那个很受大家的欢迎的 AU吃到饱 所以凯胜这一间他本来跟这个KDDI 就是AU这间电信公司的关系是比较好的 所以呢他的eSync卡背后走的是KDDI的漫游 那我这一次去 就是凯胜提供我一间iPhone 然后测试他们的eSync卡 所以我在整个长达一个月左右 我都这一间 我现在手上拿着我的iPhone 然后我把我那时候测速的结果拿出来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完全没有感受到任何使用上的问题 那当然我刚前面跟大家讲过嘛 因为旅客很少的时候 那用得很好 其实也不能代表什么啦 那可是我可以大概跟大家讲一下 我测到的这个就是KDDI eSync卡的漫游 理论上漫游应该要比较慢才对啦 我的确感受到好像有一点点被限在某一个速度 因为还蛮平均的耶 我这个速度几乎这个下行就是22左右 上行大概3到9都有 所以这是一个堪用的速度 可是我不能说它太快对吧 大概好像有这种感觉 就是20几 不能说太快吧 可是当然体感上是觉得还可以啦 已经够用了 连看影片什么都够用 那当然是没有遇到限速 那回来之后是看到他们是 凯散是跟我说 他是给我用这种流量的 30天给我10GB 15还是10 所以我根本用不完啦 因为这一间 这个iPhone我就是用来测速 然后不是我的主力机 就测测速而已 我根本用不到 用不完 好那凯胜他其实有五种商品可以选 他有三天 五天 八天 这个可能是大家最常会用到的 那他是每天超过1GB之后 他就会让你降速 他后面还讲吃到饱 我觉得那是无意义的 然后突然就是1GB之后就会降到很慢 可能只能打一些文字的line 还勉强撑得过去的这种速度 好那三天 五天 八天 各自是300 500 850 那我的读者可以直接再九折 这个在eSync卡其实算是便宜的 大家可以用这个来以 以这个来为基准 继续去查价 因为你知道他这个是 他跟你讲清楚了 他就是每天给你1GB 然后降速吃到饱 所以他三天三G 五天五G 八天八G 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之前 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 出国的时候 看你到底会用多少 这个流量 假如你是要看那种高画质的 YouTube的影片 我觉得你可能会超过吧 那可是你假如只是到处打打卡 查查一些网站 我相信大概你一天要用到1GB 其实也不是容易的事 1GB其实还蛮多的 好所以三天五天八天 我只是觉得这个大概是 大家最常会用到的 好那另外是假如你是跟我 去会比较久 然后你也不希望被降速 那你反正就是用完了 再用下一张 你不希望被降速的话 有另外两个商品可以给你选 这就是我实际测试过的 一个是30天10GB 他就是卖流量了 一个是30天15GB 那各自是900跟1280 那读者在九折 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 假如你要一去去是30天 那也不是每一天都一定会用到那么多 你可以参考这个 这至少就比你 你看8天就要850 假如你去30天 你其实不是要买个快4张 可是不用 他有这种30天10GB的选择 如果你跟我一样去流浪3040天 这是你的好选择 好 那凯胜的我讲完了 他现在就已经只有eSync了 那由日本的话 他有这五种商品 当然eSync这种东西 几乎就是全世界都有了 你也可以去游韩国的eSync卡 有欧洲的都有 那当然别国我就没有那么详细的研究 大家可以去参考 我听他们说了 因为大家知道欧洲 这个暑假早就已经开放旅游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他们跟我说 这个暑假 欧洲的eSync卡 其实是卖的最好的 这几家公司都这样跟我讲 好 那再来我们就讲DJB吧 我以后就讲他DJB 大丈夫 总觉得好像有点怂怂的 那大丈夫这家公司 我觉得他的特色是 我很老实的跟他讲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他最特别的就是 他走的是日本三大电信的资源共享 而且是原生的 是他自己去跟这三大电信公司谈出来的 你不要跟我说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像诈骗 我原本没跟他们合作之前 我看了也觉得这是什么东西 听都没有听过 可是当我认识那个老板 然后他跟我 那个老板很年轻 然后他跟我说 为什么他做得到这个 这个当然是他的商业机密 他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 Soupbank KDDI Docomo 他都去谈好了 用某一种 这我当然无法在这里解释 因为这是他的商业机密 总之大家要知道 他可以做到的事情是什么 他可以做到的就是 你到 一个这个地方 他应该是跟我说 他基本上是以Soupbank为主 可是你假如到了一个地方 比较偏远的山上 Soupbank收不到了 怎么办 他就开始抓KDDI 或是Docomo 这多厉害 就是你其实这张信号 等于三大电信公司 你都收得到 第一个 他的广度应该是最好的 第二个是 在人多的时候 假如非常非常多人 都在上网的时候 上网会大塞车的时候 他可以去抓到 最不塞车的那个网络 让你可以上网 我有跟大家讲 我测试这间 我觉得我有点 相见恨晚 我是2019年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的那个上网卡的文章 我就写 我带他们 这个Docomo的畅日卡 去四国跟福岡测试 我就惊为天人 因为他那时候的表现 就是速度 就是快 他可能 也许三号比别人贵一点 可是我觉得贵得非常有价值 因为他要串这三大电信资源 绝对是 有他一定的成本的 可是我觉得他绝对值得 那 我这一次 我上那一次 2019年去测 我就是发现他比 我手上的分享器都快 一个上网卡 比我分享器都快 上网卡无地自容 讲错了 分享器无地自容 那这一次 我又达到一个成就 大家应该记得 我跟NobleHero去看长钢花火 对吧 长钢花火的那天 NobleHero用的 当然是日本人手机 Docomo 然后我有带一个朋友一起去 他们两个一整个晚上 都没有办法跟我联络 因为他们手机 根本就塞车塞爆了 现场那么多人 连日本人自己的手机 用这个 幅度 这个最多人用的Docomo 或是Soulbank也一样 都上不了网 我用DJB的卡 还是可以用 你相信吗 而且是一整晚都可以用 而且我还可以现场 直接传了花火的影片 上传给大家看 你们可以自己 我没有在唬烂 你们可以自己回去看 我当天晚上 的确我在现场的时候 就直接传影片 我真的是又被他吓到了 所以真的是我觉得 好厉害 这个技术 我刚刚有讲了 DJB这个公司 他觉得Sync卡 因为还是有他的市场 现在eSync只有iPhone 试用 所以他两个都还有 所以你在他的网站 你可以找到 普通的Sync卡 就跟以前一样 他有唱日卡 游日卡 那唱日卡 就是不限速的 等一下 我看一下 对 就是尽量让你用 我这次带的就是唱日卡 那所以理论上 他当然会贵一点点 那游日卡就是他的比较减速的版本 他是这样的 他可以选你一天超过500MB或是1G 就开始限速 所以他就是比较低接板的 那看你一天流量会用多少 那可是一样 唱日卡跟游日卡走的都是这三大电信的资源共享 所以他们都有广度很好的优点 那当没有限速之时 他们速度是一样的 总之游日卡就是加了一个限制 所以因此他更便宜 那 这一个DJB这家公司更好的是 他可以客制化 你可以自己选择 那你 这个上网是一天两天 然后拉到30天 都可以 你在网上自己可以看到 那我以七天来算好了 唱日卡的eSync七天的话 是730 一天190 多一天加90 所以七天是730 那我说的游日卡 它是比较受限制的的话 我假如是说 最便宜的 我们说超过500MB 500MB其实是有点少 500MB那是多少 一天160多一天加50 它是460 蛮便宜的 不到500块七天可以上网 我觉得这是一个小资足 你上网又预期 不会很多的人的一个选择 那 假如是1GB 就如同刚刚 说的 1GB就降速 凯胜 1GB就降速 180 然后多一天60 这样子 七天是540 好 七天540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算算看了 这个像刚刚的凯胜的五天 是500 我们同样抓 那我独折九折的话 是450 所以其实就是看你游玩的天数 然后看你这个 这个的需求 大家自己选择 自己相信的 也要看接下来他们到底谁表现的好 对吧 因为你要我预期的话 因为凯胜走的是KDDI漫游 他理论上可能速度不会有 嗯 Dajib这么好 没有考DJB这么好 DJB是我这一次去的主力的上网商品 因为我主力机是Vivo 是用的是DJB 当然 当然Vivo不能用eSync 所以我是测他的实体Sync卡 那给大家参考 那 我 我这趟就是去所有在脸书上传 我几乎都是用这台手机 那他的速度是 也是没有完全没有让我失望 他的速度就 就是看地方 他很明显就是不像刚刚的 有一个限制卡在多少的速度 我有测到40 下载40 95 72 47 32 都有 30 64 94 OK 那上传也明显会比较快 我有测到 好多次测到20以上的 所以我觉得DJB 似乎只用网速来看 在我7月那个时点 表现的的确是比较好的 可是 这仅供参考 那给大家就是大概参考一下 好 那DJB我已经解释完了 好 那最后就是特勒通了 那特勒通 这个 我刚刚有说 这个我们 今年的约还没签好了 那大家晚一点再进去 应该就可以看到了 读者应该都很熟悉 你可以95折 优惠码应该是零世币吧 万年优惠码 零世币 L-I-N-S-H-I-B-I 也许它可以直接带入 因为这个网站是新的 我不是很确定 那特勒通的eSync 那当然特勒通现在还是 传统商品也有 传统Sync卡也有 因为Sync卡其实 他们也有一些 很多Sync卡 是这两三年 要销库存 有一些可能卖完了就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点 其实也不太值得一一跟大家介绍 我当然7月也是有带Sync卡去测 可是我觉得可能 没有办法提供大家太重要的观察 因为也许这个销货完就没了 那下一批又不知道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就不多讲 那我就讲eSync 因为eSync一定是未来的重点 主力商品 那目前特勒通的eSync走的是 Softbank的漫游 请注意这三家 我觉得其实就很有趣 这三家同样是eSync 可是它后面走的流量公司 完全都不一样 所以特勒通是Softbank的漫游 那它目前的产品就是5日 那它是很大方的写 无流量限制 那它是650 那8日 它只有这两个规格 5日跟8日无流量 8日是900 那乘以 就是读者就误者 那可是它有一个诞书 它说因应疫情期间 营运商的政策调整 那个将限制网速速线上线是7NBPS 所以它自己写出来 它有限速了 好那所以实际上到底怎么样呢 我在这一趟旅程的后半 我用这一张 因为那个凯胜给我的卡 已经eSync卡已经到期了 所以最后10天 我是用这个特勒通的eSync 那我来看一下 我来翻出来看一下 我的测速的结果是怎么样 这个我其实自己都还没翻出来 就是我在日本待到8月15号 好所以就是8月15到8月5 5号左右 还真的 这个还真的 我测出来就是7.07 6.72 6.98 7.15 这很明显 就是速线上线 就是7NBPS 它说到做到 这是一个被限速的状态 测试的确是这样 那上传呢 也是滴滴的 就是有0.76 3.39 2.21 3.13 等等 好的 所以 大家就知道 假如你 现有的这三个产品 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些 假如你是非常在乎速度的话 呃 呃 可能是一个 DJB可能是一个 呃 在乎速度 而且是到处都收得到 我觉得DJB大概是首选 那 可是假如你有比较浮动的需求 比方说会待到30天 然后10GB 15GB 的这样的需求 然后或是短天期 你看这个凯胜的产品线 它就很多天 三天 五天 八天 那读者在九折 其实应该也是一个蛮划算的选择 可是你要注意它是KDDI漫游 这个两个漫游 漫游理论上就没有原生卡 跟原生的网络公司去直接接的 就可能速度上没有那么理想 可是我其实去测出来 还可以啦 看用 至少好像比特勒通快 对吧 那当然未来怎么样不知道 因为比方说 假如我的读者 因为凯胜 好像比较便宜 凯胜定的人比较多 那以后这个好多好多人都出国用凯胜的 这个资源的话 太多人用 搞不好它其实就没有办法那么快了 这个其实当然是这样 因为频宽有限 那以前就发生过惨剧 同一间 同一间这个 而且好像发生过不止一次 我强力的推荐大家用某一个商品 结果太多人都用那个 结果它整体流量又掉下来 发生一堆客树 这以前都发生过 所以我个人 很不希望这个悲剧再重演 所以一个就是 期待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 要及时回报给我 一个就是 我觉得我是尽量 所有东西就是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那你自己做选择 有这么多疫苗可以打 你自己去选一个你想打的疫苗 不是零食逼逼你打的 对就大概是这种观念 就是我谈合作 其实我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 买到自己用最合理的价钱 然后都可以有一个一定的优惠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 用得很顺利 这是我的目标 Easing的安装操作步骤的话 那个凯胜的网页上 其实都有很 这三家里面它是写得对清楚的 所以我就把它写在 把截图弄在文章里 它有分iOS跟Android 可是我刚刚有跟大家讲过Android 其实多半都不太行 Android大概就是Google Pixel可以 其他真的要很小心 它是不是真的可以用 那凯胜的iOS操作步骤 它是这样的 你先点那个在设定里面点行动服务 那行动服务的最下面 有一个加入行动方案 那点进去 你就可以有一个扫QR Code的方框 你就去扫这个你去购买的 它email寄给你的这个QR Code 那请注意这个QR Code 只能扫一次 一台手机扫完了 它就失效了 所以你不要装好之后 然后就又把它弄掉 那完蛋了 你就要重买一次 要小心 只能装一次 那加入行动方案之后 那它会要你设定这个行动方案的一个名字 你可以把它 你原本的电话卡 它行动方案会写主要 这是你原本的Sync卡 那你就帮这个eSync取名 管你要取什么名字 日本邮 行动数据 都可以 上网 都可以 那再来下一步 预设号码 这里很重要 预设号码 接下来一个是预设号码 一个是行动数据 那这个 号码 其实就是打电话 或是收简讯 这种语音功能 那这个当然就是点主要 那你点你那个行动数据那一张 当然就没有办法 它没有办法打电话的 所以这里是点主要 让你在国外也能接听你原本号码的电话 也可以收到简讯 那下一个是这个iMessage跟Facetime 因为用到是网络嘛 你就选你的上网这张卡 eSync卡 那再下一步就是行动数据啦 当然就是选eSync卡 那下面还有一个框 叫做允许行动数据切换 千万不要勾 你就是要把行动数据 fix在你这个商务这张卡 不是商务 对不对 fix在 这是那个 他们那个凯胜 把他的这张eSync卡取名为商务 他就把他fix在商务这边 就是eSync卡这里 允许行动数据切换的意思就是他假如商务这里收不到的时候 他就会切回主要 那你就去漫游了 漫游就会让你带来大量的费用 所以千万不要勾 知道了 不要勾到允许行动切换数据 好 那抵达目的地之后 这个安装 我看各家几乎都是建议你在出发的当天 再开 当天在台湾的时候 在保持上网功能的时候就可以装了 这有一个好处是 你其实就可以装了之后 知道这个你的手机到底支不支援eSync卡的功能 这样子 那你还来得及 结果发现手机不能用 你的手机是不能用eSync卡了 你还来得及找你买的这间的客服处理一下 看有没有别的方案这样子 假如你是去日本才装 当然也可以 可是你就没有办法这样挣扎了 对吧 好 那最后一步就是抵达目的地之后 确认这个行动方案是eSync 然后开启数据漫游 是要开启数据漫游 不然你上不了网 好 就这样 那他这里有写说安排eSync之后 有时候可能会需要额外设定APN 那请留意商品页面是否有助记 或是恰客服人员 只是一般上应该是不需要设APN的 然后反正这里也很复杂 我也不知道 多半应该是不用 我这只是没有 就直接可以用了 那Android版本我就不讲了 这个文章上我有付了 只是我已经跟大家提醒 提醒过了 就是Android的其实几乎多半应该是 不支援目前的eSync 特别是台湾卖的手机 那Sansom很多公司会说 他们的eSync支援Sansom 可是你可能要小心一点 今天到最后了 我最后就做一个很小很小的总结 那假如你要去日本 然后你手上有iPhone 你是iPhone一族的 iPhone11以上 我会强烈建议你可以试用eSync 这个音乐真的蛮方便的 那eSync我觉得是一个新的趋势 那这个购买非常方便 设定也非常方便 你可能一用一次就会爱上它 因为真的非常方便 特别是我这次有一个乌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 因为我去40天 然后我到了最后两天才又开始 在早安新闻可以跟大家上去打招呼 我不是故意的 因为我很笨 我用了eSync卡 可是我没有操作好 所以我没有把那个打电话的那边打开 所以因此我收不到简讯 大家知道登录那个Clubhouse的软体 是需要传手机密码到你的手机 传密码到你的手机 所以我根本没有设定好 我到最后两天才摸知道了 我这个设定没调好 所以又可以用Clubhouse 这样这是一个乌龙 所以你不熟悉这个eSync的操作步骤 没有把它调好的话 就是发生我类似我这样的笨事 没有享受到它的最好的状态 这样子 可是其实没有那么难 照着这个操作步骤去做 你让你原本的Sync卡负责接电话 跟这个收简讯 然后你让新的eSync卡负责行动数据 其实就很简单 你不会花到你的其他的钱 然后你的任何的手机的重要的电话 或是简讯都不会漏掉 好那以上是我跟大家分享的eSync的报导 79W好像蛮多人有问问题 我看一下 魏正宇说TOP7M 对我刚刚说的那个7M 的确好像有点慢 体感是还好 可是我们现在通常的什么 什么中华电信光四代什么的 通常都没有这么慢 对不对 至少这个下载速度会接近100 对不对 通常 7的确好像有点慢 看网页还勉强OK 看影片大概就不太行 Aaron Lin说 这是砍入式Sync卡 简化成IC用写入的方式 魏正宇比例就是像以前BB Code一样 号码用烧的 好 Brand物补充 美国版的三星就有eSync的功能 没有错 没有错 也是三星比较新的机种都可以 没有错 那所以之后到底会怎么样 可能要看手机厂商未来的销售策略 或有台湾eSync的风气 当然 当然 我觉得整体来说大概会是潮流 只是不知道台湾跟这个潮流会跟得多快 所以这个上网这种电信的东西 真的也是两三年就完全变一次 那Hans Chan补充 说出国旅游换卡很方便 但可惜受限于法规 台湾电信业者申办电信业务 跟换补卡业务 还是需要本人带双证件到电信门市 对他其实也有法规上 然后资料安全的这些考量吧 然后你看中国就完全不让eSync 这个技术可以 魏正宇竟然是iPhone7 换手机了 现在都7乘以2等于14人 可以换了 可以换了 对Apple Watch 我刚刚其实没有讲这一段 就是比较更小的这些东西 因为他本来体积就小了 澳门香港 有人在问澳门香港的Apple的问题 这个其实刚刚在 我文章里其实有写 因为应该是哪一家 有特别提到这个问题 我翻起来看一下 他写说 我给你参考了 这个这段话应该是出自于 我忘记是凯生还是哪里 他写说香港跟澳门仅有 iPhone13 mini iPhone12 mini iPhone SE 第二代和第三代 或iPhone XS 是具备eSync功能 其余型号是不支援的 这给你参考一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降速到多少 他就没有写清楚了 可是照以前我们Sync卡的经验 他大概都是降到 要不是256KB per second 是per second还是per 256KB 不然就是128KB 好像也有听过512的 128 256 512都可能 反正就是大概只能 打开都是看PTT 都是文字的 这个大概没有问题 看网页就会很慢很慢 你可能开个网页要三四分钟 这样吧 多半的所有的卡 其实大概都会把上网工具 都会把公平使用原则都写进去 那可是玩日卡这个东西 我因为自己没有测试过 所以我不是很确定 假如我再去问老板好了 就是玩日卡到底是什么 因为他这次给我的是畅日卡 所以玩日卡 我不是很确定 理论上是更高阶的 好 那个分享热点 我看多半的这些 厂商他 他都是说不建议 他不是不行 他是说分享过去之后 速度就会变得慢 所以不建议 就类似这个意思 他其实是可以分享的 可是你看我们刚刚有说 这个Syn卡本来就限输在8的 那你要再分给别人用 你是会多慢 所以这个大家考虑一下 好 我回答完了大家的问题了 就大家敲碗很久的eSyn 这个知物不言 当然eSyn应该里面还有非常多 很比较深的那种 其实就是我问了我也听不太懂的 那可是就是我尽量 我觉得对大家可能有意义的 在你选择商品的时候会有帮助的 尽量跟大家分享 好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最后再讲一下就是 就提醒大家就是 我目前合作就是这三件 那你点进这个上面这篇文章 Podcast前面的这篇文章 里面都有就是过去 读者们过去购买的连结 那有些有优惠 请大家参考 你自己当然也可以跟市面上 别的一些公司在做做比价 那你可能会看不到这么多 因为他其实就根本不会跟你讲 他是怎么上 上网的机制是什么等等的 所以真的要看门道也看不太出来 总之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三件 是我自己长期合作 我比较信得过的厂商 他们也会跟我讲 他们网页上都不一定有写清楚的 对吧 那